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了 妈跟阿嬷 阿嬷在睡觉了 你妈妈在房间生闷气 气死了 我去哄哄老妈 你不敢去哄哄老爸 来了 爸 我都听大哥说了 难道没有转还余地了吗 子涵啊 你不要担心 别那么急 好不好 不是 我怎么会那么巧 我以为你们是三十年的好朋友 其实我 对了 说到这个 当年你明明知道妈妈喜欢的是别人 为什么你还愿意娶妈 因为你爸爸爱你妈妈 但是妈妈当时心里有别人 这样会不会太委屈啊 怎么会委屈 能够跟你最性爱的人在一起 是最性死的一件事情 懂吗 这我实在没办法理解 你心里都不会有界定 如果有的话 那就表示你不爱她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你是不会在乎对方 发生过什么事 这个我可以理解 那 那当时妈是怎么答应要交给你 对啊 你们真的想知道 当然想 当然想 那我就说给你们听 你爸爸 是用满满的爱感动了你妈妈 当时你妈妈感情受了一点伤害 好可怜 哭得好伤心 我也好心疼 所以那时候 你爸爸最后每天写一封信 对你妈妈虚寒问暖的 我只要有空 我就去身边陪着她 一直到你爸爸退伍之后 我每天风雨无阻的 借你妈妈上下班 从此以后你妈妈 就慢慢的习惯了 有我在她身边的日子 她只要有一天没有看到我 她电话就拿起来 德超 你在哪里 你怎么还没有来找我 快 你在笑什么 爸 你觉得太像了 是真的 你一直在笑你爸爸是不是 爸 你真聪明 家妈就不能没有你 你爸爸不聪明 你爸爸是用最笨的方法 让你妈妈深刻的感受到 被爱情呵护的那一种幸福 从此以后 你妈妈的眼里 就容不下任何一粒沙子 看不到任何一个男人 只看得到我 睡了 我终于你百分之百 确定我是你亲生儿子 废话 因为我也是用这种方式 做到慢柔 好 继续保持 好 爸 是真的很爱妈 我的好儿子 爸爸跟你们说 让你妈妈开心 让你妈妈快乐 是你爸爸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们也要这样子 对待你们的太太 好 知道了 来 喝茶 你加油啊 你喝茶 帅耶你 你那一招我一定会学起来的 好 我都会学起来 好 我都会学起来